好 再来看到为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马来西亚雪龙分会的慈亲学长 以及慈臣义德爸妈 相聚在吉隆坡禁思堂 集思广义 要建构明年的目标以及方向 在社会价值观扭曲的洪流中 让慈亲养成正思维 是慈亲学长姐和义德爸爸妈妈 共同的目标 82位慈亲学长姐和义德爸爸妈妈 因此在吉隆坡禁思堂 寻测更有效的方法 其中一项大调整 就是平时在幕后协助慈亲交通 及相机的义德爸爸妈妈们 这次也得克服不会电脑的弱点 和学长姐一同在第一线了解慈亲 慈亲学长姐和义德爸爸妈妈 是慈亲最坚实的后盾 随时准备倾听慈亲心理的声音 我们年轻人很多自己的想法 而如果我们不去聆听他们的想法 而且还带有成见去批评 或是去纠造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会觉得 好像不受尊重这样 所以我会聆听年轻人的想法 倾听慈亲的声音 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走在善的道路上 让这股清流在大专校园内不断延续 在新闻林慧婷 林英义马来西亚报道